就好像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也看到 每次等到地震一发生的时候 其实大家反应就是很怕 很慌 想办法躲 或者是无可奈何 就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媒体的报导 因为刚开始我们得到讯息也很片面 常常我们都关切到一些很零碎的讯息 比方讲哪里的天花板塌了 哪个超市的什么货架倒了 小朋友吓到哭了等等 可是事实上 既然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必须要面对 一个严肃的问题 生存安全的问题的话 那么万一真的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需要及时启动的 还有什么我们更放大规模来看 更宏观的来说 比方讲我们最担心海啸 是不是有什么样一个监控的措施 会不会有余震 地层一变化会造成什么 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些 还有没有可以更多一些 我个人的了解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单位 都在做海啸 在311之后 日本312福岛核灾之后 包括成功大学 包括中山大学 几个有水溝墨星试验的 都分别再去做海啸 不过那个是假设在马琳达板块 那个地方如果它发生地震的话 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着一次一次的灾变 把基础资料一件一件的补上来 而且各个单位 也许它不同的单位在做 我知道交通部有些单位在做 经济部有些单位在做 怎么把这些单位通通汇整 通通交到气象局去 让气象局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资料库 它可以从资料库里面调出来 好 如果今天什么地方 镇央在哪里 它发生多大规模的地震以后 什么地方会淹水 什么海啸会到什么程度 必须把基本资料通通补上 补上了以后 真的发生了 我们可以立刻应变 就是基本资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可能在基本资料的汇整 这个环节不够 也有这么多的单位都在做 要把它汇整成 比方讲中央气象局一起统一来做 我们的人才够不够 其实是够的 那现在就是说 我要知道你做 我要知道他做 那现在就变成说 好 各个单位 他在做 譬如说管商港的 他会去做几个 如果海啸发生 对这几个港口会不会淹 那另外的话也有一些 他是针对 对地区在做的 好 我们如果在 马尼拉板块这个地方 他发生海啸的话 中山大学会淹到哪里 我真的看这些图 我觉得很有趣 但是蛮遗憾的 这些东西没有汇整 没有汇整 一定要有一个 中央的一个database 他要有一个资料库 每一个人其实都很 资料完全公开 你上网你就会看到 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单位来主导 其实是的 其实是的 而且很迫切 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这一步 的确是值得努力 资料要汇集 而且统整 然后才能够做 更有效的一些应用 或者是更进一步 当有需要的时候 这些都可以启动的 还有您刚才提到 铁公路机场也好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 SOP的这些作业 好像建筑物的安全系数 也有在做一些提升 其实大家真的最担心 也是最近吵得最热的话题 就是核能电厂 到底安不安全 这好像大家心头的一个大问号 所以应该这么讲 我们说从日本的311之后 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日本的整个核能电厂 它最大的盲点是海啸 它不认为海啸是会发生 但是评良心讲 它的耐震工程一流 非常非常好 它的耐震工程为什么好呢 每一次地震发生以后 它的中央的原子力保安院 属于那个金产省下面的原子力保安院 就负责核安的部分 所有的电厂全部叫来开会 我们根据最新的数据 我们的电厂的防震工程 可以有哪些补强 所以其实你今天去看电厂 我不看你老不老 我不看你已经运转了20年30年 我要看你的时候 我根据最新的仪器 我根据最新的仪器 我贴在你电厂的墙壁上 围组体上面 我测量的数据 我根据这些数据回过头来 检视你当初原始的设计 够或者不够 这是非常重要 我要根据不断的最新的科技 最新的耐震的科技 最新的耐震的基本的资料 来判断你这个维组体 你这个压力槽 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可以保障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很重要 你不能说我原先的设计 是没有问题的 原先的设计是20年30年前 对 你一定要根据最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样这次 发现了盲断层 介于车龙埔双冬之间 也许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东西 赶快去做状态 把方向一定要标出来 其实天灾的事情 你不太可能期待它不发生 但是你如果发生了 不能根据每一次发生 得到的教训 补强你的基本资料的话 那你那一次的天灾 你受到的损失 其实是蛮冤枉的 对呀 就白白的损失了 白白的损失 那